10月16日歌手李盛杰为某网球公益活动站台 唱着痴心绝对手放开等苦情歌的他 加上略带混血气质的外表迷倒了大票粉丝 不过最近是传出他未婚生子 并且拒绝婚姻与痴心绝对的痴情男形象很是不服 大家在听我唱这个歌的时候 刚刚那五分钟我想我把所有的心情跟感受都已经唱进去了 这是人生的一种历练 那也是一种沉淀 我觉得给了我更大的力量往前走 最近关于李盛杰私生子的问题已经闹上法庭 虽然李盛杰不肯正面回应该问题 但媒体对这个问题仍然紧追不舍 李盛杰松口表示近日将会开记者会说明 我知道大家有可能很多想要问的问题 那我也很想回答 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不能回答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有很多程序司法程序在走 我相信很快有答案 那也希望到时候有一个记者会说明给大家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 代表了大家如何面对 如何勇敢 如何做对的事情 事情的真相恐怕也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 不过不管怎样小孩是无辜的 希望不要被伤害就好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